耳机长一样 还是那个熟悉的豌豆射手 既活弹窗也长一样 不刻个字 甚至都打破不了次元币 等了三年 苹果到底升级了个什么玩意儿 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可爱的泡泡 之前其实我发过一条动态 就我的promise 得等到国庆之后才能拿到手 不过我还是把首发的AirPods给买到了 但是这玩意儿好像谁都没太看得上 预售之后一周多星期 一周多星期 预售之后一个多星期 隔壁的iPhone发货时间都已经奔到11月去了 AirPods Pro还是随随便便 在发售的当天就能够拿到手 这可能是库克备货量太足了 或是根本没人买 倒是那条98块钱 贵的跟抛光布一样离谱的挂绳 先给卖端货了 到底是黄牛不想炒 还是果粉看不上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 这款新的AirPods Pro 首先呢是外观啊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似曾相识 充电盒没变 背面呢也没变 只有底部多了一个扬声器开口 和侧面多了一个挂绳口 苹果这次还往里面塞了枚U1芯片 AirPods Pro的充电盒呢也能磕穿一把AirTag了 在iPhone的查找里啊 可以让充电盒发声或者是定位 找到这个因为加了挂绳 方便被别人渗走的耳机 嗯这是约好的啊 新的AirPods Pro啊 除了一些传感器和麦克风的位置啊 跟上一代有所区别之外 耳机本身的变化其实确实不大了 高禽商呢 这叫做成熟设计延续经典 低禽商呢就叫做科技进步连壳都不带换的 至于带着它走在路上啊 别人甚至很难发现 你花2000块钱买了个新耳机 那么新款的音质怎么样呢 两代的耳架相同的音量 相同的歌啊 交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你 Finn这些人 你给我 CreateCore 你给我付出一些功能的发道 你给我发现 一年都要到哪里 然后我给我发现 我之后 你给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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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到最后 你不是在哪里 那个我得到哪里 我得到哪里 你给我发现 到哪里 我得到哪里 你给我发现 我要不要 到哪里 你给我发现 你给我发现 试听片段听完 对比上一代新的AirPods Pro 高音甜 中音准 低音径 一句讲完 通透了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音质这个东西是很鲜血 每个人听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简单说说 它确实是有提升 不过也给不到一种一耳朵提升的体验 其实真正想要明显的音质提升 可能真的就要等到苹果升级解锁一下无损了 这一代的硬件已经支持蓝牙5.3 本来是应该能用上新的低功耗音频 LE Audio和LC3编码 但是支持无损这个事情上还是没影 我猜测 要么就是没调教好不发布 要么按照苹果的理念把新技术得用在降低功耗和提升稳定性上 然后压根就没打算做无损 今年由于H2芯片的算力提升 新的AirPods Pro的降噪能力最多提升了两倍 新款Pro配合手表可以检测到环境的噪音分贝和降噪之后耳朵里面能够听到的分贝 新款的降噪水平确实有提升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来整点活了 短视频外放的声音有多烦人 有时候我听的自己都神经虚弱了 降噪对比各位看的最多的无非就是什么马路啊 办公室啊 地铁啊这些日常的场景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新旧两款的Pro 在降低短视频外放的声音上提升到底有多大 怎么样 冲着新款Pro这个提升啊 我觉得我的精神薪弱都被治好了呢 通透模式今年也有一嘟嘟的升级啊 相比起老款啊 通透感更加的明显 还有很多人忽略的一个地方啊 就老款的H1芯片每秒能够处理200次的噪音 新款的H2提升到了48000次 因为这个240倍的算力提升带来了自适应通透模式 那么这个自适应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啊你在使用通透模式在路上走的时候 可以瞬间分析然后降低喇叭声或者是电钻等等刺耳的声音 到你的耳朵里就变得没那么刺耳了 话说回来这个库克 既然你耳机都这么智能了 怎么不加一个降噪通透自动切换呢 你看人隔壁索尼不都做出来了 总结一下 这一代的AirPods Pro不温不火的原因不是因为提升不大 而是上一代的AirPods Pro已经足够好用了 虽然新款治好了各位 耳机柄不能调节音量的怨念 但是它还没有优秀到可以打动老款的用户 不过基于买心不买疚的原则 新款的起售价甚至还便宜了100块钱 记忆大家等个电商大促再入手新的AirPods Pro也不亏